刚才聊到情绪价值 你意识到在爱情中 你是非常需要情绪价值的 那你有考虑过 包括你现在所选择的感情 如果你需要一个情绪价值 拉挺满的人 你愿意在其他的维度上 做妥协吗 我一直都是妥协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 闺蜜的妈妈 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 我觉得很受用 一个男人 要么给你钱 要么给你时间 其实时间就是情绪价值 就是你不可能兼得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样 其实我们现在看看 很多女孩子在这段感情 所有人都觉得这男的是渣男 或者应该分开 这个男的 他一定在某一个程度上 是满足这个女孩的需求的 但有一些女人就觉得 人回不回来都不重要 钱回来就OK了 是不是 对 但对我而言 我觉得挣钱这份事情 是我自己可以去做的 但是满足情绪价值 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做的 我必须别人给予 但是你千万不能说 我这个阶段想要情绪价值 下个阶段我想要钱 我怀孕了 生孩子了之后我要钱了 你不能给我了 你天天天干什么 我要钱呢 我还这样子呢 那我觉得这样就是过分了 对 就是你当初你要的是什么 你就从一而终 求认得人 对 你不能说我在我20岁 我想要情绪价值的时候 你给我了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然后到30岁的时候 我想要钻石油艇 鲜花钻戒了 完了你满足不了我了 我要换一个人 那我觉得这也是 对感情的不负责任 就是你得明白 这个人你选择他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但你要想到就是 时间日久深情了 想两看不厌 真的有点困难 一定所有的毛病 都会暴露出来 对 其实我现在对感情就看 我很淡然 就是看得很开 为什么 就是没有一个人理所应当 完全要去为了 另外一个人改变 对 不会改变 对 他已经30岁或20多岁了 凭什么了 对 就话又说就凭什么呢 没错 所以就是想要一段好的感情 还是过程是需要经营的 我觉得你在时间的维度上 解释了贪心 就我们有些人很明确的是 在同一个时间段 要求很多不同 人家很明显贪心 其实也没什么说的 但是像你说 有很多人其实是在 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在贪心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 而且现在很多女孩会有很多 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对 就是很多人说 大学里面的感情很纯粹 到了社会当中会改变 是因为她要的不一样 对 对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 现在女孩还是30岁左右 你彻底明白自己要什么了 再做一段选择 就是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不要说20岁的时候 我想要彭宇燕一样的外形 30岁我 对吧 我想要 那个谁 麻花童样的收入 麻花童样的收入 对 那不行 那对这个人有点 对彭宇燕有点不公平 彭宇燕一直在问号 当初干嘛去了 现在的 也不只是女性 男性女性都一样 我们其实有点像被两面夹击 一面是 刚才你也形容过 我们的上一辈 要么是自己家 要么看隔壁家 反正总会有一些 好不好的婚姻 然后以及这个 女性很倒霉的一些 无朝见的吸睁付出 甚至换不来回报 然后首先就让我们 觉得很担惊受 我会不会成为这个狗样子 对吧 我现在单身生活挺好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另一侧呢 我们又同时回想到 现在这个小红书 抖页各种上面 包括大家在朋友圈 选择发的都是好的吧 是 然后那这样的问题 就是来了 前有狼后有虎 背后是 过去的恐惧在追着你 未来则是贪婪 在一直向你招手 对 现在简直就是变得 没有办法不焦虑 对 就是感觉这一段感情 无论怎么在这个菜市场 一劲儿在这畅上凉 也不得好 是 所以还回归本心 就是婚姻 是两个家庭的事 但是两个家庭 要撇开自己的爸妈 鞋穿在自己的脚上 说不出就自己知道 好不好看 别人知道 对 对 我相信我那时候 我在散佛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特别 有意思的巴西同学 首先人家老外读研 人家就经常 四十岁来读研 很正常的 那我那个同学 大概就已经 我已经记不清 他大概至少三十五六了吧 然后一个大叔 就很nice 我就跟他聊天 他当时的女朋友 也三十出头了吧 好像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我们在中国 我们女生很年龄 焦虑的 因为我们会觉得 我从二十五岁开始 在同学那样市场 我就在掉价 对吧 没人想要我了 我卖不出去了 大白菜要烂了 然后那个 我说你们巴西也这样吗 他说天然 我完全不这么想 他说我只去跟 三十岁左右的女生 约会 或者会考虑 进入下一步 我特别爱 三十岁左右的女生 女生 只有到这个时候 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是的 他成熟了 哇 我觉得那时候 大叔都闪着圣光 真的 通通是这样 很多人都可以为你提供情绪价值 说到底是你要找到正确的人 你们互相提供情绪价值是最好的 他就稳定 好的力一半 减轻人身的一半疾苦 前提条件是好的 你刚才听到说 在这边你觉得你达到了一个 能够拉满自己情绪价值的生活模式 从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 很需要情绪价值 且原有的生活 不能给你 到你建立起一个 你现在判断为拉满情绪价值的生活 中间你做过什么样的尝试 或者是什么样的思考 让你走了中间这段路 我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 也是我互联网朋友的建议 在那个平台上 就一个很小的平台 就我们把它当朋友圈用 它有论坛区 我就在上面写文章 把它当树洞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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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粉丝了 就关注料上来了 然后到后面 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有一个来的人说 龟姐你怎么不在抖音上面去写 我说抖音是视频软件吗 然后后来就是行办 那就到抖音写 突然有一天 报300多万的播放 吓死我了 电话给打爆了 就一夜之间你知道吗 然后抖音放在那 就开始就开始 就砰砰砰砰砰谈信息 然后微信就开始砰砰砰砰 家人 因为他们都想跟我讲故事 然后每天晚上 就跟挂号一样 真的可神奇了 落50块钱的 然后就是 龟姐今天有时间吗 你能跟我聊 我们因为住太多人了 你得排号 我说我还得状态好 因为慢慢写故事 写故事 写故事 就良性循环 到后面开始慢慢的 就是做大了 那个时候很好的是 我遇到了我新的感情 你知道吗 她妈妈是东北人 她妈妈很会做饭 包饺 真正我说是吧 吃饺子 她包的 超级好吃 对 很多人都怀念她的饺子 这家乡味道呢 真是东北味 她要吃辣的 然后她很会做饭 就我们俩就搭配的很好了 我就像是导游出身 然后又很 东北人嘛 很会聊 很会砍 然后慢慢的就像家庭作坊似的 你知道吗 分区我引流 然后又有饭吃 越租的小孩又多 疫情嘛 反正大家没地儿干 我们性价比又很高 三千多一个包吃饭 然后大家出去包一台车 AA制 大家一起出去玩 就这样滚着滚着滚着 滚雪球 然后我租了我第二家 比较高端的院子 我刚租的时候也很破 里面花都没有 现在全是我自己重新弄的 然后又不够住了 再临时租三店 然后再爆满 然后四店是我买断 就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伙人 她的名字里面有月子 所以我们叫故意买月 妹妹 她跟我一起去Tedson 她的诉求很简单 喜欢立江 每年来住住 她说那就搞个院子吧 别人都说我有团队 我说我没有团队 我就一个做饭的 一个带团的 一个我 还有一个出钱的 就是这样 我所有的员工 都是游客便来的 但是我要情绪价值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 展现出来 全是自己想 我如果今天住女子民宿 我希望她有什么 女子民宿就有什么 就像现在大理店的装修 就完全按照我的想法 所以我希望 女孩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化妆摊的东西多一点 不要有任何的柜子 有一个挂衣服的架子 然后行李箱 可以安全全的 任何尺寸推进去 我觉得今天如果这家店 满足我的情绪价值了 那我觉得她就OK了 就是这样 西方馆这种 叫做有机生长 Organic Growth 就是说我们现在 大家理解的创业 往往是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巨大的梦想 他鸿土伟业 然后他就怎么怎么着 拉了投资 然后搞了 我们想当年都是这样 大家都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被 被硅谷 或者说被很多东西洗脑了 比如新东方 那就是也是多方钱 我觉得中市的 这个好的店 或者说好的企业 它的核心 老干妈 对吧 都是这样的 但他不是有什么 鸿土伟业 没有 他是核心 曾经有那么一个人 他找到了自己 在乎的东西 喜欢和善良的东西 然后他自然的 首先吸引了一小国人 然后像你说 是滚雪球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 是 而他不需要 假装刻意 或者为了投资 回报而去做一些 太多要给我投钱了 我说你别给我投 我没有地方花 我不需要 真的 我觉得一旦 有资本的介入 就不是我了 就不是我要的了 你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情绪价值了 我不要那么多钱 我不要钱 我一不买奢侈品 二没有什么 什么宏图伟业 要大平层 开大计 没有 什么钱投给我 一年要我给他什么PPT 我说我没有 PPT 还PPT的 我没有 PPT不要来污染 你叫乐运男 谢谢 谢谢 现在叫我给他一个 什么投资回报比 报表 住行的 我天 从去年开始 我们才有报表 因为我自己得知道 还有我确实有投资人了 我说给别人一个交代 而我的投资人都不看报表 没关系 不用看 然后真正问我要那些 就可吓人了 说我这有五千万的资金 你准备怎么用 我说我不用 太多了 就火了之后嘛 就当时你们想开加盟 开连锁 就开不了 就像中国菜一样 跟汉宝包不一样 你换了一个地方 你换了一个团队 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对 是这种 而且我又处女座 我什么事都得自己清理行为 不行 所以慢慢来 我很满足于我的现状 没有什么高瞻远瞩 因为没有梦想 人得有欲望 没有欲望 我的欲望就是 清闲的时候保本 忘记的时候赚点钱 而且赚点钱 是为了给资方 给投资我的人 有点回报 我自己够花 就结束了 真的 所以前一段时间 他们都不懂董雨辉 我懂事为知己则死 我就是他这样的人 他也要情绪价值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也这样的人 对对对 没有资方 我现在就一家小店 我可开心了 我现在干的是为别人干的 真的 这种人生才有价值 我的价值感来自于 为别人做点什么 像一面墙 然后一炮 给你轰了一个洞 然后那个就显着这墙 摇摇率着要塌了 而且好像 轰了这个洞 你往里看漆黑一片 很可怕 然后你就意识到 像你说你缺乏情绪 你需要很多情绪价 痛苦 但是正因为这个洞 你看到了墙的另一样 然后你发现 因为我需要安全感 我需要情绪价值 那我就把这个洞 修成一个门 对对 把这个墙背后建一个屋子 对 让我拥有 我想拥有的安全感 甚至我还可以 按得广煞千万间 对吧 我还可以把这个安全感 给到别人 对 就这个城市很治愈我 我觉得我的人生挺 很戏剧化的 人生低谷啊 很多人可能就挺不过来了 但是我觉得我就过来了 我不是什么能人意识 只是说有这么一个经历 我想当时他们讲说 人的本性里受很多东西驱动 但是驱动力里面最强的是两点 恐惧和贪婪 现代商业的发展 往往来源于贪婪 是的 扩张对吧 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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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 其实你的发展来源于恐惧 所以我很喜欢你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你的故事 给了我们这些 没有那么强的 像你是成功欲望 没有那么大贪婪力的人 也某种程度一个参考 是 你的选择是有机生长 说到底 对 他不是冲着这个行业 好赚钱而来的 是被动的 是住不下 对 再找一家 别人觉得这家 档次不够了 我得找个好的 我都是很被动的 真的 但其实这个也很好区分 我觉得 每一个想做民宿的人 可以问这个问题 我可以把这个问题先问你 然后每个屏幕人 就可以 我可以问自己 就是我会问你 如果我现在 让你换一份事情去做 然后你收入能翻三倍 你要换吗 不换 对呀 但我问屏幕前的 或者 有几个人会说弄呢 是 对呀 对 所以你是否喜欢这个东西 你说难知道吗 难 你说简单吗 也很简单 热爱能抵万难 我对这份事业是有热忱在的 就是热爱科技 岁月漫长 我太喜欢了 就喜欢这个城市 喜欢树河 就像你说 其实虽然表面上 疫情结束了 我们甚至现在已经 又过了一年了 但我觉得很多人 从经济状况上来讲 不仅没有走出 那个低谷 可能还陷入了 更深的一个 是的 泥潭 所以大家过得很不容易 我们也总希望能多给大家一些信心 温暖和鼓励吧 你的人生故事中有这么多 可能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极端的这个糟糕的情况 所以很想知道 如果你能对那个时候被打击到不得不丢掉电话卡与世界失联的你 说一段话你会对他说什么 第一句应该是感谢 感谢那个时候没有放弃 我觉得这个蛮重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无数次想放弃 第二句话应该是撑下去 可能人生不会真的觉得鸡汤说触底反弹 那说明还没到底 给自己一点余地 就是不要觉得现在已经是最糟糕的时候 因为真的很可能还有更糟糕的时候 但是如果没有 如果现在变好 那一定是因为还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 但说明现在还是好 是一个完美无情的逻辑 是不是 那如果说真的你提不过去了 你要告诉自己我已经提不过去了 那就等待 因为已经提不过去了就一定会好 给自己一点余地 我觉得允许自己发泄 允许自己做一切原来不愿意做的事 我一个从来不喝酒的 我这段时间就喝酒 我睡不着在我这儿喝酒 允许发泄 允许哭泣 允许悲伤 允许一切 道德以上的事情都可以 让自己舒服起来 心也好 身体也好 就让自己保持舒服的状态 然后一定会好心 一定会好心 我很感谢那个时候 如果说人生真的有一天能见到一天 我好想去抱住 抱住她 对吗 我也是这么想 好想抱住 一个大大的充满安全感 和云南的阳光的冰爆 这三年多有一个姐姐 给我触动 她不让自己哭 哇太心疼了 就我抱了一下 她就一直崩 她就好生气 真的很生气 我就抖了 我就抱了一下 然后只是抱了一下 她说你放松 啪那个 哭一个半小时 她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哭 我哭完就睡觉 第二天 她就做决定了 我回家了 我买机票 我说怎么能哭 我去处理事情 再过半年回来 天呐 就跟准了容一样 又瘦又美 她那个婚姻 困扰她八年 她就说 我谢谢你那个拥抱 你允许自己放松 我现在还会觉得 我那年很难 但是我觉得 哇 刘岸 夸你 会感觉 凌晨的黑暗吧 我最喜欢看日照精神 最黑的时候 就是 啪一道就不忘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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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